因为我们要回国啦 今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又打算先回国一次 我们要回中国了呀 耶耶耶 要拍呢 哈喽早上好 我们一家人又出发了 今天我要跟我老公 两个人去曼车斯特 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去之前我们要先把 Timmie放到婆婆家 因为今天小姑子休息 说要把Timmie带出去玩 所以我们就没有 把她送到幼儿园 Timmie还是昏昏昏睡的状态 Timmie跟大家说哈喽 说Good morning 全知新开机 一开门 小姑子和婆婆已经在楼下 等Timmie了 过来回家 是那些韩国人吗 碰到大哥和小侄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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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侄女学校就在前面 她每天早上路过的时候 就会到婆婆这里来一下 有好几天没有跟大家分享视频 其实这两天我也没有闲 你知道就是老袋呢 一直不停的在转 然后在思考在思索 我如何将我现在这个视频账号做得更丰富 更精彩 更吸引人呢 因为我在从事自媒体这个行业 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吧 虽然对我现在来说是一份兼职 但是我也没有去懈怠 不停的是在做调整 在学习 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在视频里面分享的是美好的生活状态 还有一些积极正能量的东西 上周的一个歌唱视频呢 突然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和肯定 然后好多人就在跟我说 放弃这个专业真的可惜了 可能大家都是觉得有一种眼前一亮非常惊喜的一个状态吧 因为每天看到雷雷的视频呢 就是我在视频前面不停的叽叽叽叽在讲 然后都是一些生活琐碎的一些日常 视频背后呢不停的听到我爽冷的笑声 但是没想到雷雷还有这样一个特长 就是非常高兴能够让大家发现我还有这样一个亮点 说实话我自己都快快遗忘了 所以我就是看到大家的留言啊 还有特别是私信 就特当时就是新潮澎湃啊 特别的激动 我就在跟我老公商量了 希望就是是否就是每个星期我想抽这样一个时间 以个会友的形式跟大家静下来坐下来聊聊天啊 唱唱歌啊 可能比我这样在视频里面跟大家讲出的一些东西来的更真实更真切 所以呢就是我老在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接下来我有直播的这样一个想法的话呢 我会在视频里面告诉大家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喜欢 希望大家一直关注我 然后我们一起天天开开心心 我们今天要来的是曼车士特中国大使馆 我一说这个大家应该猜到我要干什么了 但是我出来再跟大家讲啊 办公区也不能拍照 我们已经办完事 现在在回博米汉的路上了 就是中国办事处的那个速度 办事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我们约了9点半 他9点36就结束了 非常快 你要是去本地办个什么事情的话 你看他们那个手脚不麻烈的样子 你就知道你要在坐等很久 我今天主要过来的其实是要换发我的新护照 因为我们要回国啦 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又打算先回国一次 明年4月份呢小姑子啊婆婆呀 说不好还有我老公的姑姑啊 他们一直有那种计划嘛 说不好意思行我们一起回国 那在之前呢我想先把Timmy呢带回去 因为到时候怕4月份的时候 要带着婆婆他们一起出去旅游啊 到时候看看出去看看 没有时间跟我的父母和家人相处 我其实一有时间呢会有假期的话 我还是真想把Timmy多带回国 因为她毕竟还小嘛 我希望她一直跟我的父母 还有我的亲人都保持着一种联系 就像我家这个位 她其实小时候呢 跟Timmy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 因为婆婆的所有的家人 那个时候都在克什米尔啊 特别是她的父母 每次呢都是以电话的形式去沟通的 然后见面次数特别少 我老公就说其实她真正的 对她的印象啊 还有感情呢都非常非常的浅薄 所以也是她给我的建议 就是说希望我多带Timmy回国 第一个呢 Timmy可以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吸收中文 然后呢她还可以去感受一下 中国不同的文化嘛 就从小有些东西 她就是要在她的牢海里面 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长大之后 才能不忘记她的根本 我真的想要来跟你们这次 但他们不会给我们的假期 但我一定会来跟你们的假期 明年你呢 你,你,你,妈,韩国 你会变得完美 我的妈妈是很害怕 她是因为她不过来 所以她觉得她会变成假期 我们的假期 但我肯定会来跟她的假期 我希望她去看中国 我跟她说她 她是很愿意 她甚至说,我一直在想什么是中国, 我的儿子在这几年, 我一直在想什么是中国, 我一直在想什么是中国, 所以它会很高兴认识她, 她喜欢它。 告诉她,它没关系, 如果她真的能活动, 我们可以做慢的事。 对,我告诉她, 对。 这次,你只是去, 享受一些时间跟你的父母, 你和 Timmy, 我希望他们有关系。 嗯。 我认识, 文化是很重要的, 你让他们自从小学生, 你不能 میں从小学生, 你找到你的家, 你趕快学习在你的时代, 在你一个深处的地方。 好,这次来我真的需要来 curse。 明时我会来 unique。 因为这次在我们不能回家, 我们不能回家继续。 是真的。 这次我会来一下, 我们可以去我的家庭也可以。 我们可以选择另一不同的假假的。 旅家两个家庭也会找到。 你去做我的护照 我的护照快过期了 我们要回中国了呀 你开心吗 你想跟妈妈说什么 I love you I love you